我是黄柏阳 我本身是古来行动党的前市议员党兵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突然的责任 尤其是我们在担任了反对党这么多年之后 人民都期待我们做了政府之后 会马上做出这些改革 所以其中一个我要谈的就是 这个规划小伴的努力 就是我们整个市议员团队 和国州议员的一起来推动的 我们在推动这个金融花园找适合法化的话 其实只耗费了大概四五个月的时间 看起来时间很短 但是推动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然后第一个面对挑战的就是这个官员的旧思维 所以我们要第一步做的就是 我跟我的市议员团队 我们一起在市议会里面去说服这个官员 让他们有信心 就是讲我们提出的方案 是可以解决这一些民生问题的 所以到最后有88个摊位获得录取 我们建立这个新的机制 就是由这个小伴他们自行来管理 才可以确保这样 小伴本身他们的自己的自主权 所以我们改变了官员的旧思维 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营运的模式 就是才可以确保这个小伴之后 他可以持续的经营 即使今天换了政府也好 谁在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机制已经建立下来 只要他可以持续延续 都可以让这个小伴获得爆炸 其实就是从一个同理心的角度来说话 当然还有我们国州议员的协助 他们可以提出一些从政策方面来提出建议 而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样子 我们其实希望做到的是 将整个古来的这些市集 都做到有系统的去规划 到时候就会减少很多民生的问题 我们执政的这段期间 20个月 坦白讲学的东西还不适合完整 你都是边做边学的状态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那些是可以说必须做马上要去做的 很多改革是你推动建立了之后 然后他可以获得的续续下去 因为政治要去改革 他需要全民的一个认同 然后全民的一个配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政治总是一个产业的动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